作词 李宗盛 还依然听到 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 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 变成了心事 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 我依赖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应该都很好 记忆它如湿如花的线条 全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 我害怕知道 又很想知道 你现在好不好 多厉害的你 可能都不知道 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 生活不过是你陪我 走过的每秒 爱过的人 现在都很好 爱这个你 应该都知道 你从未缺席过 那些美好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 珍惜的每一秒 我答应了你 就会一直都好 我答应了你 我感觉是你的 我能够在你身边 相类的 我找你 你真的不想 我留下你 我找你 都不想 喂 喂 洛书啊 我是初遥妈妈 阿姨啊 您 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啊 阿姨想请你啊 周末来我们家吃饭 我去你们家吃饭 可是您不是说 您和初遥不让我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阿姨 这有点太意外了吧 您也知道我跟初遥她 现在 行了 行了 你也要瞒着阿姨啊 你以为你跟初遥那事 阿姨不知道吗 都知道了 您把我给说糊涂了 好了 好了 那个就这么定了啊 周末中午十二点 来阿姨家吃饭 行 那就先这样啊 挂了 走 怎么了 谁啊 初遥妈 你跟她还有联系啊 好久没有联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打电话给我 她没怪你 怪了 我也上门真诚去道了个歉 不过这不是她妈的问题 她妈什么病 你都不不知道 她们全家呀 恨不得把妈妈活在玻璃房里面 什么事都不让她知道 好 反倒啊 这对初遥好 她就认谁 翠 翠倒是 行了 别说我了 说说你呗 我 是 我听说这两天 你一直在这住 不想回去 怎么 这一次 你不怕林雨生气了 怕 可她不理解我呀 回去也是天天吵架 还不如待在这儿 省得给对方添堵 你 林雨宝啊 从小娇生惯女 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换句矫情的话来说呢 就是没有被生活伤害嘛 她怎么能懂你 一个人是怎么扛起这个架子 原来我是不懂 自从我爸走之后呢 我才能能知道她的心理 我不要求她懂 我就只是想让她 别这么冷压着 一直高高在上 什么都得听她的 我也是个人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就拿她 不让我理你这事来说 我就觉得你挺好的 咱这么多年的交情 能跟她那似的 说翻脸就翻脸 我跟谁交朋友 那是我的自由 对 这倒是个问题 还得好好解决 你想你俩现在没有孩子 要是将来有孩子的话 上面有经济压力 下面有孩子教育问题 到时候啊 你们俩都会因为孩子 用什么奶瓶吵架的 有那么夸张吗 你以什么脾气 你又不不知道 要我说吧 现在一切来得及 你呢就把这个酒吧安装好了 男人女人都一样 有了经济基础嘛 才能够安心 到后来呢 你要让她知道 你是你 你不是她淋雨的玩物 说得有道理啊 反正我现在也不想回去 我们都冷静冷静 对 等时间久了 你不在她身边 她就知道你的好了 是人吧 越容易得到的 越不懂她珍惜 看 还是你懂我吧 你为了兄弟吵架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啊 咱今天就多喝点 好啊 爸 嗯 今天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菜啊 我你挖吧 一大脑把我拉太少了 说咱们家今天有贵客要来 还不说是谁 神神秘秘的 正好 这两菜好了 你先端上去 嗯 贵客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说我 神神神啊 对啊 这是什么呀 这孩子 连姐姐都不叫了是不是 妈 是我故意让她这么叫的 她要在外面叫我姐 显得我多老啊 那也不行 这没大没小子 我没脑 老李啊 哎呦 你那清晨装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都会弄好了 好 妈说了 咱们家今天要来对客 谁啊 谁啊 谁啊妈 你是真不知道啊 你的朋友我怎么知道啊 这装的还挺像 嗯 装着吧啊 装着 哎 哎 几个了 四个了 差不多了 这种不像的鱼竿 你怎么睡啊 哎 来呢 哎 初遥 开门去啊 嗯 你来干什么啊 初遥 这次啊 是你妈妈要求我来的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哎 是不是洛书啊 哎 哎 我不进来啊 妈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一个不理他了吗 那不都以前的事了吗 前两天你跟你爸爸在门口说的那话 我可都听着了啊 哎 哎 妈 我说的不 不是 哎呀不是什么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说你很珍惜你跟洛书之间的感情 你还要支持洛书的什么什么事业 哎 你跟你爸还商量着说什么瞒着我 瞒着我干什么呀 阿姨 初遥是在考验我 嗯 别在门口站着了 来来来 进来说话啊 这事怪我 那天早上多那句嘴 我现在就去跟妈说清楚 那天是她听错了 哎 她在呢怎么说呀 那也不能让妈就这么误会下去啊 你三个人干嘛呢 啊 初遥 你快点出来陪我初遥聊天 想办法 把金链向对付过去 赶紧去 把金链向撑过去 快快快快 洛书啊你怎么不吃啊 来 尝尝这个 好 谢谢阿姨 不客气 我说你们两个啊 准备什么时候再和好啊 妈 哪儿都能问你 就是 怎么就不能问 阿姨 嗯 我还得谢谢您呢 谢我什么呀 您帮我约了初遥 那天我们俩聊了特别多 给了我一次当面忏悔的机会 之后呢 初晨来了 她那时候特别紧张 生怕我会把初遥会怎么样的 那天呢 我就是想跟初遥解释解释 没准解释清楚了 她就会原谅我们 我跟你没什么好解释 那你怎么解释 我们俩的真实关系呢 还有初晨 是 你胡说什么呢 别这么说话啊 阿姨 有时候我挺羡慕初晨的 你看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相熟以沫 关系跟我比起来 亲得更多 初晨呢 比我这个男朋友做得还要好 不过这也提醒我吧 提醒我以后 怎么能对初遥更好 对她怎么更贴心 能不能少说两点 初晨 你也可以教教我 怎么对你解好 干什么呀 吃个饭 有点那么多话 好好吃饭 吓我一跳这 我话讲得好 食不严 勤不语 你吃饱了 您可以出去一趟吗 这都还没怎么吃呢 你这 没事阿姨 我陪她出去走走 今天这事都怎么了 吃饭吃饭 韩子墨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次啊 真的是阿姨邀请我来的 不过我应该感谢阿姨 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吃过饭了 你不用在我面前演一往情深 以后也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好不好 可真的是阿姨邀请我过来的 你知道吗 当时我接到阿姨电话的时候 我以为你要回心转意了呢 你做梦 初遥 让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 我愿意 一直做你的李洛书 你吸引得真烂 可是我这是在帮你啊 对不对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怎么跟你妈解释啊 谁是李洛书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 用不着你操心 是吗 如果是你妈非要让我来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拒绝她老人家的好业 对不对 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你走吧 我看不一定 刚才你们在厨房的时候 我答应过阿姨 要给她配老花镜呢 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嘛 韩子墨 还有 我总不能说 我回来之后要跟你结婚 娘 新娘不是你 你放开我 韩子墨 你干吗 你放开 滚蛋 李洛书 李洛书 被人鼎翼的身份肯定不好受吧 填一下 你回去告诉阿姨 我还会再来的 她就是想激怒你 她怎么变得这么下作 洛书 我跟她在天台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当然知道 她怎么好像疯了一样呢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有办法 回来了 今天李洛书怎么回事啊 总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怎么了 妈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先等会儿啊 我试试 是李洛书 他怎么给我发一张 初晨小时候的照片干什么呀 我看 你看看 怎么了 我去给她改电话 对 好好问问她 莫名其妙简直 你不是 你也别那么大火 其实不是 不是我看她今天这奇奇怪怪的 你甭管 那问问清楚就好了 对了你 你是不是该吃药了 吃药过 对 多少时间呢 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是 她的 她的 是 她的 她的 我不是 她的 我还能不及啊 他这叫别有用心 其实我是想跟妈说 我说那天是他隔得远 听错了 这事先缓缓再说 如果我们着急了 会出混招中他的圈套 你如果跟你妈说了 万一他受不了呢 他再添点油加点醋 后果更不堪设想 这样 把咱们家电话签先暂时拔掉 我把你妈手机给她藏进来 让她断绝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它这样的 part of the world 吴总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一管比出新的 乐活 更清便 更快速 也更低廉的产品 你成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奇迹啊 你们简直创造的奇迹啊 不不不 不要用新产品的名义 就用A称之第三代 赶紧带我看一下 走 赵律 怎么样 一切正常 就算现在拥接二十万人 也不成问题 所以呢 长官那边说 周五之前肯定有问题 我还真有点丑媳妇 见公婆的紧张 别聊了 别聊了 快来看看 看什么呀 怎么了 非议科技 五月三十一日发布新 五月三十一 那不跟我们同一天吗 这明显就故意的 吴亚军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这还用说吗 咱们时间早就定好了 吴亚军偏偏选这一天 意图还不明显吗 就是个小人 如果我们把发布会时间提前 来得及吗 当然不行了 我所有事情都定好了 如果改时间的话 场地 媒体 嘉宾 主持人 我都得重新联系一遍 不过 如果你们确定要提前的话 我也可以再找他们试试 我和张宇这边是可以的 样本已经有了 发布会是够用的 我觉得有点悬 就提前一两天 对于宣传的意义不大 但是我们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了 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而且只有不到五天的时间准备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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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不用改 如果我们就因为他们 把我们提前 定好的时间修改 不就说明我们人输了吗 我知道了 我支持不改 这吴亚军不一直想跟咱们 正面刚吗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他呀 不改 谁怕谁呀 就是 坚决不改 不行 当新产品推 不能更新换代 为什么 做第三代往外推 有以前的产品做基础 不管是推广 引流 或者拉投资什么的 都可以是事半功倍 不管是事半功倍 还是事倍功半 你自己心里点亮点亮 你以前的产品是怎么来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就不拆穿你了 如果要延续这个所谓的品牌 别人怎么看待我的投资 我要的是一款能合理的书 展开正面竞争的产品 它不能有以前的污点 我明白 记住 是要横空出事的效果 这一次 绝对不能让李洛书的 初心客气讲了风头 还这么晚 这么晚还没睡啊 熬夜对身体可不好啊 给 喝平每日C 补充点维生素C 我就是心里不踏实 总感觉会出什么问题 紧张啊 算是吧 虽然我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可如果这个发布会不顺利的话 我怕大家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我相信你 你明天一定能成功的 别担心 明天呢 我和单总一起去帮你加油打气 事情都安排好了吧 我要万无一失 好 李洛书 我一定让你数得连啪都啪不起来 你们两个再几天开架吧 好 知道了 交给我们吧 洛书 怎么样了洛书 差不多了吧 期待你们一名惊人啊 喂 你好 什么 行吧 那算了吧 没事 怎么了 一颗船没说来不了了 为什么呀 说脚崴了 喂 好 我知道了 又有一家来不了了 说是人手不够 李总 我们这次发布会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准备工作 相信最新的产品 吴总 刘总 那您先进 刘总 感谢感谢啊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您放心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好 里边请 好 吴总 都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初心那边呢 一切和计划的一样 李洛书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抢是上 现在只有十家媒体还没有回复 其他的都来不了了 要不再等一等吧 不用等了 时间都过了 咱们过了 想都不用想 一定又是吴亚军这个家伙搞的鬼 如果不开这个发布会 那我们这段时间的筹备不就白费了吗 而且 还能用什么渠道来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发新产品 现在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主要是没有媒体 咱还录吗 思逸 用你的直播账号试一试吧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朋友们 今天非常高兴大家齐聚在这里 共同见证飞翼的新产品 WINGS的面试 这款产品很可能会成为 健身产业的格局 下面请飞翼公司的CEO 吴亚军先生 为大家做详细介绍 好 大家好 这是我作为飞翼科技CEO 第三次站在相似的台上 说实话啊 每一次我这心里不都会有些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布的产品 是关于用户的健康状况 不容有一丝的插锁 好在我们是幸运的 当然还有诸位的眷顾 但是我认为 光靠幸运是不够的 我们飞翼科技 之前推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产品 以心率为标准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 简单的身体状况报告 但这远远不够 用户要怎样才能了解到一个 更为详细的身体状况报告 而身体处于亚健康和健康的用户 分别需要怎样的健身和饮食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远斯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好 我现在在我的公司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乐活 我们这个产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门型的扫描器 内置电脑分析记录仪 以及装置在手机上的应用户 我们会在公共区域 安装乐活设备 当大家进入到检测区之后呢 用手机蓝牙连接应用户 就可以进行检测了 我们会根据检测出的数据 给你制定最专业的健身计划 而且会提供24小时免费的 线上咨询服务 下面是各位媒体的提问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尽管问 温斯会是付费检测吗 我承诺 温斯是永久性免费 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那他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这个是商业机密 不便于回答 吴亚丁用了大饼宣传费 出兴那边现在就是空场子 那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美丽的黎初遥女士 为我们展示线上体验 这笔宣传费就够他们出的了 我倒是很想知道 他怎么把这笔钱给我赚回来 没想到 这吴亚丁出手又够狠的 他和李罗叔 可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请问温斯什么时候 可以对用户开放呢 一周之内 请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产品 就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怎么样啊 线上人数一万 挺好的啦 这要我直播的话 估计就几百人 有人送礼物呢 行 没想到发布会 搞成这个德行 你公司那边不好交代吧 放心吧 那边有我顶着呢 但是我就怕你们 因为这么一点点小的挫折 就放弃 那我才是真的没办法交代 不会的 放心吧 行了 都别不开心了啊 不就是发布会人少了一点吗 我们以后再从别的地方 再赢回来就是了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从明天开始 你们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 加油啊 回头 我们留个时间 尽快把合同敲下来 好 没问题 好事别让他一个人站了 给我留一份 你看这个说的 今天啊 你们都是我的贵宾 特别感谢 你们对非裔的厚爱 都这么说了 你就让人不说两件话 投资的事情 我们尽快敲下来 对 还有我公司名下的商场 第一批产品的投发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当然不会了 因为那里是 库伦亮最大的地方 我还求之不得呢 行 以后有时间一块聚聚 酒就别喝了 大伙一起搭打球 以后合作愉快 好 好 那我们改天再约 好 好 好 时间再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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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 感谢 好的 谢谢 感谢 好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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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和这里是从昨天发布会到现在 我们和非裔的数据对比 从话题关注度 网络点击量来看 非裔发布会视频的全网 有效点击率为五百一次 重点平台指数都超过三十万 热搜最高排行榜是全网第十二 有效新闻稿三千两百一十四平 其中 几个主流星网站都做了一虎推送 我们还说吗 说一下吧 初心科技发布会视频有效点击率为四万八千次 新闻稿十五篇 没有热搜 没有用法推送 没有用法推送 转发量最高的一条微博是 张正远的 他粉丝转了三百多条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非裔明天就会头碰口碰 我们和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人家是职业选手 我们顶多算一高级万家 要不我再找几家网站推一下首页 不用了 传统宣传我们肯定是拼不过 还是多利用一些新媒体吧 大乐 产品生产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联系过了 按照正常合同走的话 最初这周五 第一倍产品就能到货了 要是还能再提早的话 加钱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联系 行了 快去把这个拿给吴总签字 投资合同 好的 唐秘书 喂 刘总 你好 是这样 我们的产品前三批都已经预定了 现在正在跟工厂让他们追加生产 怎么着也得等到下一批 您是要多少呢 好嘞 那我们一到货马上通知您 好 再见 恭喜吴总 一天之内就签了七个合同 是啊 三家投资商 四家产品投放 对了 回去一定替我 告诉韩总 未来一周还会有更多 我这儿也多热闹 初心将我要多冷静 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这个不敢投那个不敢投 龙天到现在都是我一个人 把他给顶起来的 现在像初心投这么一点点的钱 有什么不敢做的 你说你们一天一天都在这儿干嘛 都看什么呢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散了 走走走 那我就离开吧 我也没有什么好在这儿待的了 祝你们各位待得愉快 再见 走了 来 山总 您没有必要为了初心团队 而得罪整个董事会的成员 包括躲上你自己的位置 您也看到了 我要不是以自动离职为条件 他们是要求对初心撤资的 这个时候初心的资金链不能断 山总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看好初心可解 我看好李洛书 他不会一直输的 对了 今天的事情对外边打个招呼 禁止讨论 我不希望传到初遥的耳朵里 让他跟洛书都有心理压力 难怪今天的会您特意交代 不要通知李总监 我明白了 好 你先去忙吧 好的 山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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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了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秦云 一周都没有回家 你要是想他就给他打个电话吧 谁想他了 那我先给他打电话 做梦 不想啊 那你就好着吧 算了 算了 我先找点事去做吧 先挂了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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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昭 秦哥 你都一个星期 没回家了 回去看看嫂子吧 店里的事 就交给我吧 辛苦了 兄弟 你舍得回来了 怎么不就在外边住啊 如果我知道 回来你是这态度 那我也很没必要回来 我什么态度啊 你什么态度 你自己不知道啊 算了 我走了 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什么态度啊 你说清楚 没什么故事啊 你可说的 你是觉得咱们之前的问题 都只是因为我的态度问题 是吗 那你也不想想这么多天 你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回来 又来了 怎么就又来了呀 是 我是有问题 我不应该骗你 可如果不是你一提到子墨 你就跟吃了炸药一样 我干吗骗你 我干吗把自己弄得那么累 所以说 这又还成我的问题了 秦云 我原本以为你真的是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没想到原来你一直都觉得是 我在这儿发疯 我犯神经病了 所以我找茬给你吵架是吗 那你觉得你就没问题吗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你从来都不能好好地商量 不管在什么场合 你上来就是一通脾气 认定是我的错 就让我一再地道歉 不够诚恳 不符合你的心意 我还得重来 我是个男人哪 我要脸的 你能不能 别把自己当个仙女 总认为自己生活在天上 咱是人 咱得过人过的生活 我告诉你 就算这世上真的有仙女 那也不是你 我们怎么就过得 不是人过的日子了 那你天天跟咱韩子墨 屁股后边经营那个酒吧 你觉得你就是人了 你怎么又扯到她的身上了呢 我跟你说 这是咱俩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韩子墨 它都存在 只要你一天 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 这个问题它早晚会爆发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是不是只要你过得好了 别人都无所谓了 你是不是太不把我当人看了 所以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问题 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是吗 秦温你就从来不想下 你自己有没有问题是吗 对 我是性格不好 我脾气不好 可当初 是谁说的 就喜欢我这样的 是谁 当初结婚的时候 承诺说一辈子 对我好的又是谁 我就算这样 没有问题 可以改啊 还有救啊 可是呢 人品烂了呢 那就真的没有救的余地了 谁人品烂了 你人品好 你人品好 你那么虚荣 成天眼高手低的 你问我 能不能看到我自己 我跟你在一块儿 我看得到我自己吗 你允许我给我自己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伺候了 你终于说出你心里话了对吧 啊 行啊 不就是想离婚吗 离啊 好啊 我跟你说我早就受够了 离 明天就离 明天就离 你确定你说的不是奇幻啊 我不知道 但我这次 真的是对秦云太失望了 这个韩子墨 回来以后就没有好事 现在把你跟秦云还闹成这样 其实一开始 我只是不想让秦云 跟韩子墨这种人来往 也怕受他不好的影响 但我现在发现 这事也不能全怪韩子墨 昨天我跟他吵架的时候 我看着他 就好像 在看一个陌生人 若回到那一天 定格你笑脸 若不知我的心愿 结局如何改变 若我能让时光重变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冲破绝望的昨天 记忆的边缘 有你最大心结 愿我温柔生命 清楚全部岁月 此后的情节 握紧全力书写 抹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都要温柔生命 是否在哪 我温柔生命 情愿 如果我能让时光 双柔生命 选择倒带的时间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冲破绝望的昨天 冲破绝望的昨天 若我能让旁人淡然 记忆的别人 有你怎大心结 和我温柔声音 清楚全部碎月 此后的情节 我尽全为书写 剥掉此心悲戒 和所有离别 流水的匆匆 是云略过彩虹 你是一抹春风 吹散我的寒冬 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要我一起守护 是最大光荣 人生这场梦 点燃你的夜空 若我从未触碰 该何去何从